浮天你的肩膀 才不會掉水進去 才比較不會進水 沒有 才不會剝落 進水樓台先得月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什麼意思 不告訴你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高階一點的國文 就是說如果大樓 廟那個廟 下面有水的話 月亮來的時候 天上有月亮 你會先拿到月亮 因為你那個水裡面 有月亮的道理 就看到 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靠近他 你就比較容易得到 他的女兒的心 這就叫 靜水樓台先得月 學起來 學起來 你們可以中秋節或冬至 來吃紅蟳 就是這個嗎 對 沙公沙母 他就是 處女蟳之後 就變沙公沙母對不對 不是 處女蟳過後就變成沙母 有交配過 有交配過 沒有交配過 就變成老處女 那你怎麼知道 他有沒有 背著你亂來 有交配過的有毛 沒有交配過的沒毛 那你要 他就是不能讓他們 男作惠是不是 對啊 對啊 我們兩尺都把它分開 不然就是變紅蟳子 對啊 啊 以後拿起來有毛 你有 你有 對 BB BB 你亂來喔 現在大家知道 知道囉 處女蟳跟沙公沙母的差別 其實都是同一個品種 對 有換換有毛 沒有換換沒有毛 老闆講的不是我們講的 好 你不要生氣喔 不是不要生進去一點 不是生氣 要生進去一點 啊 啊 啊 會咬到嗎 我跟你講 咬到生螃蟹 你是被咬 趕快被咬 我不要 你以前有聽過演藝圈的人 如果要發展得好 不可以吃螃蟹嗎 不可以吃毛蟹 螃蟹 以前長輩講 毛蟹跟這個不一樣嗎 不一樣 田都元帥 對 我就是拜田都元帥 對 因為田都元帥他以前是在 小時候 他小時候是棄嶺 對 他被丟在田裡面 然後呢 是螃蟹土泡泡 還有鴨子嘴巴含食物 救了他的命 嗯 所以如果有拜田都元帥的話 就不能吃這兩個 他的救命恩人 對 他是戲神 對他是戲神 我以前也是聽長輩這樣說欸 說如果要演藝圈 味道好的話 是不能吃螃蟹的 像以前的戲台 全部都是拜那個田都元帥 對 只是不要吃毛蟹就好 其他的都可以吃是不是 安慰自己是這麼說啦 對啊 不會啊 不會啊 可以吃鵝啊 鴨可以換成鵝啊 然後螃蟹可以換龍蝦啊 還是有得吃 對 因為就不吃蟹 我覺得全部的蟹都不吃 不然我以前是走來吃的 有毛的 就是有經驗的 要算不算毛蟹 對啊 哇塞 對 反正你現在已經在做生意了 沒有一定要在演藝圈啦 沒有一定要在演藝圈啦 別這樣說啦 別這樣 你醜背喔 對喔 我真的沒有要想要吃 一會兒 那麼多 我還是要轉 我還是要轉 我還是轉 你轉